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鸽子 这里是迷你世界 我们今天来玩一款非常有意思的地图 这个地图的名字是快点做陷阱 晚上有鸽丝啦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呢 那当然是先把这个房主给我们准备的这个小保险箱里都有什么 我们先把它取出来 这是一身盔甲 我们再看看这里面 还有冲锋枪 天黑的时候哥斯拉就会出来 现在快点布置防御做陷阱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呢 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 那么你可以给鸽子哥哥点个关注 鸽子哥哥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 我们先把这个先给它收集进去 哇哦机甲 不错呀 这身装备好富呀 我觉得 靴子 还有我们的风衣 再加上这两把枪 哇哦 还有这个生物大 三级头 我这个三级头的话 我现在应该把这个三级头放到柜子里 如果说其他小伙伴要用的话 他就可以直接取 我们把这个先放过去 然后这个三级头好已经放到了这个储物箱里 现在如果有小伙伴他需要用的话 那么他就应该就可以去取 哇哦 这个是三级包 那我们背上三级包吧 把这个风衣放进去 风衣就不要了 看看其他小伙伴需要吗 地雷 这边的话是一个 这个是蓝钻铲和钻头 我们把这个土豆雷叠加一下 它好像不可以叠加 好我们来把这个先布置到外面去 放哪呢 就放这儿吧 在门口先给他安排上土豆雷 还有这个地刺 这个地刺呢 在这边 全部给他布置起来 等晚上哥斯拉一到来啊 那他就惨了呀 小伙伴们 我们在这里再布置上 一排开关 继续把我们这个地刺放上去 这一块没有电石块 哦 原来是靠这个 哇原来靠厂子可以挖地 爆出这些装备啊 那我们先把这个 哦 这个威力不错呀 我们先把生物弹布置在这里 这个的话是导弹 我们在家门口放一个 再在这边再放一个 哇 这个阵容就非常强大了 带夜晚哥斯拉到来 让他知道什么叫做 残忍 哦 不错不错 我们现在拿出我们的销 这是钻石厂 我们来挖一下 看看都有什么东西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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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面的东西怎么这么富 哇 看我都挖到了什么 火箭台 我的天哪 这也太富了吧 好像还挖到了一个坐骑 我的天哪 居然还可以挖到坐骑 好吧 我只能说神奇 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是阻挡哥斯拉的进攻 赶快把这个东西布置着 这个东西它太有用了 现在我们家门口布置上一排 看有没有 没有电视块 我们多挖点这个爱国者 我感觉它长得特别像爱国者 我们把这一条线路给它 我挖通了直接是 我们在这边再挖一条 哇哇哇哇哇哇哇 我的天哪 好惊喜啊 小伙伴们 我这是又挖到了什么呀 这怎么一路惊喜啊 这个 这好像是一只 这也不像炎玉魔龙啊 感觉 它的话 我个人感觉 它这个外貌像 它言语魔龙啊 但这个确实 哈 有意思 我们继续玩 笑死我了 我们看看 现在都有什么了 电能产生器 这个是好东西呀 小伙伴们 哎呀 哎呀 这个这个方向不对啊 这个方向不对 这个方向摆放的有会伤到我们友军啊 我来把这个先给它钻掉 然后面朝我这个方向发 这个就是对的 我们再在这里面 哎对 这一条线 全部给它放上激光 据我上一次玩这种的话 哥斯拉一般都是在晚上会到来 上一次二狗子是晚上九点 这次不知道哥斯拉会玩几点来 但我觉得应该时间都差不多吧 我们在 我们现在给它放上这个电能产生器 先通电 哇哇哇哇哇哇 哥斯拉来了 快撤快撤快撤 撤回我们的安全屋 现在哥斯拉已经大批 向我们发起了进攻 我们现在上到二楼 哇哇哇哇哇哇 哥斯拉真的来了 这些导弹还是比较强的 能能阻挡住哥斯拉 现在的话 前方的这些哥斯拉都是红色哥斯拉 你们看后方的这些哥斯拉 他们居然是泛着白光的 这边的话有个一万滴血 这还有一个直升机 不是吧 我要做直升机 你把我踢下来了 这谁挖的坑啊 怎么给我直接 给我直接锁到下面了 像我们这种攻势啊 这哥斯拉根本冲不进来啊 太安全了这样说 来多少哥斯拉 都不可能进入我们的安全屋 我先继续到二楼看一下 那个直升机 居然还有坦克 这是什么神仙地图啊 什么东西都有 不过我不可以开啊 可能是手机玩家可以玩吧 这样的话 哥斯拉没办法攻进来啊 我们这个防御措施做得非常的好 现在哥斯拉的话就这两种啊 一种是特别大红色的 一种是黑白色的小型哥斯拉 这边的话也没有哥斯拉了 哥斯拉现在就是我们家前方的这些 分分钟给它直接消灭完啊 这些哥斯拉怎么回事 我先换把枪 选一把比较厉害一点的 我们看这把冲锋枪如何 哇 哇这枪棒啊 这个 弹就攻击力有点小 攻击力有点小 哎呀哎呀我被这小伙伴坑了呀 他他他他哎呀 哎呀你你在干什么呀你你 好的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